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街舞的最佳道具小蓝萍来了 王一博的舞台秀还会远吗? 勇闯天涯Super X更新物料 还是一样的配方,却是不同的味道 恭喜雪花啤酒勇闯天涯续助王一博品牌战队 小蓝萍嗨转起来 继安踏向所有人宣告不仅与代言人王一博续签 并且一签就是三年之后 勇闯天涯Super X也加入了续签战队回首19年至今 与王一博合作的新老品牌数量共计88个 其中续签27个,升级品牌抬头5次 回签两次2022年截止到5月份 官宣了7个新老品牌 其中新签两位,续签五位 回签一位,并且 很多都已经达到了行业标杆的案例 不得不感慨 王一博真是小金珠无疑 提到勇闯天涯Super X 大家很自然地就会想到 这,就是街舞 这个王牌综艺 在节目中 调皮的小蓝萍经常会出现玄学之传 这也使得好多朋友特别喜欢围观这一环节 其实在第三季中 由于商务代言的关系 王一博并不能参与转瓶子体会其中的乐趣 这也成为了他作为舞者的一大遗憾 但是在第四季中 为了能够让王一博不用回避镜头 放心大胆地去转瓶子 小蓝萍与王一博开始了合作之旅 而这次的物料更新 也证明了全新的2022 小蓝萍将继续携手王一博 一起迎接每一次的挑战 高然启程奔赴未来 尽管 这 就是街舞第五季 曝光了最终版本的招商海报 王一博以节目召集人 总教头的身份加入 使得很多网友发出质疑 召集人 是不是只管召集 不参与录制 节目参与概率一定很低 而县里杭州亚运会的街舞题材电影 热烈得盛大开机 使得领先主演王一博参与 这 就是街舞 第五季录制的概率 上升到了60% 可勇闯天涯Super X 宣布继续携手王一博 无谓向前 不惧挑战 然酷加在 并肩勇闯绝不缺席 又使得冠军队长王一博参与 这 就是街舞 第五季录制的概率 直接上升到90% 其实 这 就是街舞 第五季之所以引人注目 除了汇集了海内外的街舞大神 最吸引路人莫过于 作为两季冠军队长的王一博 能否加盟并参与节目的录制 啊 这 就是节目第五季极力邀请王一博加盟 除了对他街舞实力的认可 超高人气的肯定 最主要的 还是其自身的商业价值 有了王一博的加盟 节目宣传 节目赞助可就不用丑了 原创不易 谢绝搬运 如有特需 私聊授权八爪随笔 尽管有人对王一博的人气和商业价值产生了质疑 但是在除几官宣王一博为全球代言人之时 在粉丝不守页 不刷数据 无热搜的前提下 自然热度就达到了14亿试问 如果节目组官宣王一博参与节目的录制 在有热搜的前提下 会达到什么样的热度 并且 在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王一博的带动下 更多的人开始了解街舞 学习街舞节目中 在有王一博的参与录制 又会引起怎样的推动效果呢 勇气已经上膛就放胆去闯 你说一路上有很多挑战 火力全开才好看 X就是没有退路可言 因无畏而易博 勇闯天涯Super X 一起释放勇气 够胆够battle 剩下一致 再次听到这句熟悉的口号热情 立刻被点燃 而对于好久不见王一博舞台秀的观众朋友们来讲 能够看到他在舞池中肆意舞蹈 是一件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 那么 小蓝萍已经来了 王一博的街舞秀离 我们还远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